我又在做好吃了 准备煲糯米鸡 这个糯米我是提前一个晚上浸泡的 这是糯糯米 所以它是这个颜色的 然后里面呢我放腊肠 这个是板栗 这个是香锅 然后这个是鸡 这个鸡肉是我自己取出来的 哇塞好累呀 手剪的很痛 这个鸡骨酱我准备拿过来煲汤 今天晚上煲的汤是麦冬 然后这个是虫草花 这是干贝 这是净脾味的汤 比较适合春天喝的 先把汤包上 我虫草花翻的多一点 因为我们家是吃虫草花大户 几个小孩子喜欢吃 我这里面呢就放鸡精 酱油 蚝油三样东西 轻轻的腌一下 这蚝油要用完了 网友问我这蚝油是什么牌子 我等一下拍个照片放在视频上 我准备呢包了这个糯米鸡了 叫公公婆婆过来呢吃 因为不是下个礼拜要母亲节了嘛 所以我想弄点东西 像早茶一样的嘛 就叫她们过来喝早茶一样的 就自己做一点 然后为买一点这样子 把这个香菇切颠 等会换进去一起炒香一点 简单炒一下就香一点 翻炒的有点变色了 翻炒的有点变色了 放点调料 我把干那个蚝油倒不出来的时候 再放点水下去 我再加一点老抽 下色 我这里面放了生抽老抽 蚝油 还放了一点蘑菇筋和白糖 这是五香粉 这个剩下来的汤汁很香的 不要浪费了 把糯米倒进去拌一下 我这糯米已经提前蒸熟了 哎呦天哪 我会太多了 这样子我等于是给糯米上了个底味 把荷叶准备一下 就是修剪一下 然后煮一下 太大干了 今天有点下雨 不然我就到外面去剪了 不然就要掉地上到处都是的 先把它煮一下 我老公在换那个后车灯 我们家的后车灯不知道咋回事 对就碎掉了 什么原因碎掉的都不知道 好奇怪的 就这里呢 碎掉了 我原来以为很难的 就自己都可以拆的 你看 对 这边的那个稍微 螺丝拧一下就可以擦下来 这个我要打算先打扫一下 哦这里面好挺脏的 你看都已经 这个车已经有 多少年了 十年 我们结婚那年买的吗 对十多年的已经 十多年的 哪有十多年就是十年好不好 哈哈 真的好奇怪的 我们这车灯无端端的就碎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停车场的时候被人碰到还是怎么就碎掉了 对 但是停车场碰掉 我们这这个车子的那个屁股这边都好好的 我老公用那个用这个消毒纸巾把它擦干净了 在美国换这些东西挺贵的 主要是手工费贵 材料费其实也还好 要想省钱呢 就是自己动手 吃的也是 还有这种羞羞补补补的也是 我们两个人一般都是自己弄的 我老公有些什么都不会弄 就是连个螺丝可能都要弄半天的那种 现在是啥都会的 我没看到弟弟啊 我没看到弟弟啊 在这 在这呢 好了 嗯 在这边 哇 哇 漂亮 这样一换 人工费又省下来了 我打灯都亮了 你打错打错了 你打到这边灯啊 你打那边灯 天哪 刚刚都亮的 哦 忘了 灯泡就会换上去了 天哪 你看我儿子 我老公贴的 哎 全都湿了 等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 那都是灯泡的 这个灯泡还能用的 这一套里面没有灯泡的 没有的 哦 好了 我进去包糯米机了啊 哦 好拜拜 等一下小孩出来了 你自己看啊 来动啊 爹地说要给爹地帮忙了 爹地说要给爹地帮忙了 我再把这个正反面呢 冲洗一下就可以用了 这张都破的 感觉要包这个糯米机的 包粽子不简单多了 也方便 我再放一点青豆 别忘了 别忘了再塞两个板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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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包的挺大个的 我这包的挺大个的 这25分钟 你和爹地帮一人一个 你和爹地一人一个 我们不左右过来看一下 糯米鸡 糯米鸡 好了好了 糯米鸡 帮转按 糯米糯米鸡 靠近来靠近来啊 靠近来啊 靠近来啊 可以啦 妈咪做的好辛苦今天的啊 做的好辛苦 要吃完的啊 他会吃完的 吃完别喝汤啊 你喜欢的是这些 鸡肉 这是我的鸡肉 我给你成这样子 肚子好烫 这是鸡肉 这可以吃吗 这个不可以吃 这个可以吃的 这样子就起来了 不是不是 这样子 这样子吗 嗯 嗯